中华五千年文明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残妇 其中古墓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就对我国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历史的记载可能含糊其次 但是这些出土的文物却用它沉默的方式向我们阐述了历史的发展过程 由于时间久远,技术的局限性,很多墓葬至今还没有被发掘 这不前段时间,小编听说到有一位江苏的农民扎山取尸时 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墓 文物价值百亿以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原来这位农民在扎山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古墓 这令他非常的坚齐 于是迅速的上报给有官部门 很快专家就来一谈究竟,开始了保护性的发掘 其中出现了一个大墓室,并且四周有很多小墓室 看到这种布局,人们意识到这是皇场提凑 在古代只有位高权重的人才能享受这种最高规格的葬礼 专家兴奋不已 根据墓葬提供的信息和历史的记载 专家最终得出结论,这是西汉时期广陵王永续的关果 更让人们惊奇的地方是,关果都是用金丝楠木制成的 这也体现出了当时广陵王具有非常雄厚的实力 并且也非常的富有,对于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对此向伙伴们有什么看法,欢迎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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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头 我们下集见 我是亲爱的 感谢观看